就在大馬路上一群人爆發衝突 火氣真的好大 一邊要拖車 一邊要阻止 地點位於金門 雙方疑似為了全力車 鬧出糾紛 原來是本島的拖掉業者 特別跨海去拖掉 但全力車到底是什麼 為何有人愛買 拖掉業者也搶著拖掉 原來車主要是買車之後 沒有錢能夠償還銀行的車貸 就把車子點當給當鋪 後來欠當鋪的錢也付不出 這時當鋪就會轉手流當賣出 不過這輛車往往容易被銀行盯上 還會有拖掉業者拖車賺取利潤 買全力車 但想避免被拖走 只能用變造車牌等等方式 這些找車拖掉的業者又被稱為小蜜蜂 現在因為金門全力車多 拖一輛賺三到五萬元 因為輛多更好賺 現在也傳出金門警局統計 至少有四百輛 但警方執法遇到全力車 只要車子沒報失洩或是註銷 偽造車牌是無法可罰 不過開全力車隨時都得注意會不會被拖走 在便宜價格的面前 該不該下手還是得再三衡量 TVBS新聞 視線黃凱敬 臺北金門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